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隋文帝传》 作者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生 作为中国历史上隋唐大一统时代的开创者 隋文帝扬间的关注度和知名度一直不算太高 很多人甚至认为 隋文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力还不如他的败家儿子杨广 而本书作者韩生认为 这种观点只是长期以来隋文帝的历史地位被严重低估导致的 在隋朝统一中国以前 中国社会经历了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动荡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这四百年间有数不清的英雄豪杰 想要重新统一全中国 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其中西晋王朝曾经实现过短暂的国土统一 但是最终也因为制度问题 在短短五十年后分崩离席了 直到隋文帝杨坚出现 他先凭借高超的军事手段实现了国土统一 又通过过人的政治头脑 建立了顺应时代的新制度 化解了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离心力 为中国的长久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甚至可以说 中国此后一千多年的大一统格局 都是由杨坚奠定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通过隋文帝杨坚的四个身份 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位严重被历史低估的帝王 杨坚的第一个身份是篡夺皇权的野心家 第二个身份是统一王朝的缔造者 第三个身份是大一统王朝的制度创建者 第四个身份则是父亲 首先呢 让我们来了解隋文帝杨坚的第一个历史身份 篡夺皇权的野心家 作者韩生认为 杨坚能够成为隋王朝的开国皇帝 取决于两个重要原因 一个是杨坚的身份 让他同时获得了汉人和鲜卑人双方的认可 另一个是北周靖帝又年继位 无力控制局势 就给了杨坚可乘之机 隋文帝杨坚生于南北朝的中晚期 他的家族呢 隶属于当时的北方朝廷 南北朝时期 北方朝廷多数是由鲜卑人所建立的 所以呢 对汉人向来很提防 朝中虽然也有汉人当官 但是呢 军政大权却都牢牢掌握在鲜卑贵族的手中 这就导致北方朝廷一直得不到汉人的完全认可 统治基础十分薄弱 所以呢 在杨坚出生后的三十多年里 北方一直动荡不断 朝代更替频繁 作者韩生就认为啊 对当时的北方来说 最好的选择之一 莫过于能够找到一个 湖汉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统治者 来整合各方势力 扩大统治基础 巩固北方政权 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杨坚 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杨坚家族呢 隶属于北周王朝的关隆贵族集团 这个关隆贵族集团呢 是一批出身于关隆地区 也就是今天陕西中部 和甘肃六盘山一带的军事贵族 北魏年间负责保障国家的北部安全 一开始呢 这个关隆贵族集团当中啊 都是鲜卑 匈奴等等少数民族 后来呢 随着胡汉民族融合 一些汉人也进入了关隆贵族集团 杨坚的父亲杨忠 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杨忠啊 长期跟胡人私混在一起 耳濡目染 满身都是胡人习气 所以呢 杨氏家族被当时的人看作 是一个胡化的汉人家族 后来呢 杨坚又娶了鲜卑贵族 独孤信的女儿为妻 这就进一步的巩固了 杨坚家族跟鲜卑贵族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是汉人出身 一方面又是鲜卑人的女婿 此时的杨坚 不正是一个胡汉双方通吃的人物吗 不过 有了胡汉通吃的身份还不够 毕竟当时这样的人物也不在少数 比如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 李炳 他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物 而跟这些竞争者相比 杨坚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他能够接近皇位 因为他的女儿杨丽华 是北州太子宇文云的太子妃 后来呢 宇文云登基当上了皇帝 杨坚呢 也跟着水涨船高 成为了皇帝的老丈人 不过呢 宇文云跟妻子杨丽华的感情啊 并不好 对自己这个野心勃勃的老丈人 那更是十分提防 为了打压杨坚 宇文云登基之后 在杨丽华之外 还另外封了四位皇后 造出了一个皇帝 同时有五位皇后的千古奇观 不过很快 杨坚的好运就又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遗传基因有问题啊 反正北州的皇帝 代代都很短命 普遍呢 活不过三十岁 但宇文云也没有例外 公元五百八十年 二十一岁的宇文云突然病故 只留下了一个七岁的小皇帝 由于宇文云生性多疑 生前把所有的皇室宗亲 都贬触到了地方任职 他却没想到 这反而啊 成全了杨坚 宇文云前脚刚死 后脚杨皇后就下旨 请他的父亲 随国公杨坚主持朝政 整个过程中 几乎是毫无阻力 就这样 北州王朝的最高权力 轻而易举的 被杨坚 攥在了手里 其实呢 从汉末到北州 差不多就是一段 全臣篡位的历史 曹魏篡汉 司马氏篡曹 他们北州宇文氏呢 也是踩着老东家 拓跋式上位的 所以有样学样的杨坚 几乎是毫无负罪感的 着手开始篡夺 北州江山 他呢 先是以稳定政局的名义 把北州皇室成员 从外地骗回首都 然后一一减除 清除了 先北贵族中的反对力量 同时呢 他又大力拉拢 关拢集团中 跟自己一样的汉人贵族 然后将那些 倒向自己的人 安插进朝廷的 各个要害部门 短短两年之后 北州朝廷 都变成了杨坚的 个人朝廷 北州皇帝 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公元581年 眼见时机成熟的杨坚 逼迫北州境地 宇文产善位 然后自己登基 改国号随 年号 开皇 这里得说一下啊 杨坚在当皇帝之前 爵位是随国公 这个随国公的随呢 是随便的那个随 按照惯例 他登基之后 国号也应该用随便的随 但是呢 杨坚觉得 用这个随字当国号 实在是不太吉利 就改成了 我们后来看到的 那个随朝的随 不过从后来的历史看呢 这字好像也 没吉利到哪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 杨坚篡夺皇位的这段故事啊 很能体现杨坚的一项 性格特征 叫做谨慎隐忍 咱们刚才说了 杨坚的女婿 北州宣帝宇文云 非常多疑 不管是兄弟叔伯 还是杨坚这个老丈人 他都信不过 但是你发现没有 宗室里 但凡有点威胁的人 都被宇文云赶出都城 贬到地方了 唯独杨坚 还稳稳地待在京城 原因无他呀 就是杨坚谨慎能忍 连宇文云一连策立 五个皇后的荒唐事 杨坚都受一女儿忍下来 所以宇文云始终都没有抓到 杨坚的把柄 也没办法把他赶出朝廷 也因此 等到宇文云病故 杨坚才能发起了 雷厉风行的反击 将北州大权 攥在自己手里 而与这份隐忍相对的 是一种隐忍爆发后的残忍 为了篡夺北州江山 杨坚将北州宗室 几乎杀了一个干净 连年仅九岁的静地 宇文产也没能幸免 这相比于其他朝代的篡位者来说 实在是太残忍了点 好了 杨坚的创业历程 咱们就说到这 那么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 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身份 中国统一的缔造者 隋朝建立的时候 隋文帝所面对的内外环境 都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先说外部环境 当时隋朝的外部环境 堪称是四面楚歌 首尾南固 南方有南陈隔江对峙 北方有当时东亚地区 最强大的国家 突厥虎视眈眈 东北部还有一个强大的高勾力 需要警惕 而且呢 这三个国家 为了防范隋朝做大 结成了军事联盟 只要隋朝进攻任何一方 另外两方就会出兵解围 遏制隋朝的军事行动 那为了解决这个困境 杨坚制定了 先北后南的战略 也就是对南边陈朝 采取守势 集中火力 先解决掉北边突厥 至于东北部的高勾力 因为离得比较远 威胁不是特别大 不过呢 杨坚为什么 不打弱小的陈朝 而是要先对付最强的突厥呢 因为在杨坚看来 突厥 高勾力和陈朝 组成的三国同盟中 突厥是联盟的核心 只要解决了突厥 另外两家就不足为虑了 而且先对付突厥 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让高勾力和陈朝 不敢轻举妄动 相反 如果先对付陈朝 强大的突厥 不会因此感到胆怯 很有可能会在背后 全力突袭 在对付突厥和陈朝的策略上 我们很能看出 杨坚犀利的眼光 和深沉的心机 首先 对付突厥 杨坚提出了 分而置之的策略 因为蒙古高原上 除了强大的突厥 还有不少受突厥压迫的 小部族 比如铁勒 比如契丹 而突厥内部 又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 东突厥更为强大 是名义上的突厥共主 但其实呢 西突厥心里根本就不服 所以当时的突厥 看似强大 实则内部矛盾重重 眼光毒辣的杨坚 很快看破了这一点 于是呢 他一边派人去拉拢那些 受到突厥压迫的小部族 又一边频繁和西突厥可汗 打头接触 这一系列的外交行动 激怒了东突厥可汗 沙伯略 于是他借口为北周复仇 于公元582年 亲率40万大军 南下侵略随朝 当时呢 突厥骑兵已经进入河西走廊 眼看就要兵制随朝首都长安 却没想到 在甘肃 他碰到了硬骨头 这年的12月份 驻守在甘肃洪化的 随朝骑兵奉命出关 搜索突厥军队的踪迹 带队的是一位先卑族将领 名叫达西长庐 这达西长庐率领 两千多骑兵出关 却遇到了沙伯略可汗 所率领的十万突厥主力 两千人跟十万人硬碰硬 这不就是鸡蛋碰石头吗 要是换成其他人 估计早就逃跑了 但是呢 这个达西长庐 却是一个硬汉子 他意识到 如果现在逃跑 就会助长突厥人的气焰 十万大军会追着随军 一路打下去 搞不好 还会威胁到首都长安的安全 于是达西长庐决定 跟突厥人拼了 他把突厥骑兵 引到了一个叫做 周盘的河谷地带 利用地形优势 与突厥人对抗 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 达西长庐率领的 这撂撂两千随军 且战且走 活生生地 杀伤了突厥上万的骑兵 沙波略可汗 亲对随朝 无非就是想给随朝 一点颜色看看 打几仗 捞点战利品就回去 哪想到刚开张 就碰上了达西长庐 这不要命的 于是呢 突厥军队的士气 很快就低落下去 与此同时 沙波略可汗 又听闻 国内爆发叛乱 不得已 只能灰溜溜的 带兵回了突厥 更重要的是呢 经此一战 突厥人胆寒 再也不敢主动进犯 随朝边境了 公元583年 杨坚下令 对突厥发起反攻 与此同时 随朝的外交活动 也取得了成果 东西突厥正式决裂 西突厥可汗 打头 对沙波略宣战 同时呢 原本沉浮于突厥的气单 也趁机造反 公元584年 父辈受敌的 东突厥可汗 沙波略 被迫向随朝求和 随朝北部的隐患 至此 基本解除 战胜了突厥之后 下一步 就是解决 陈朝 统一全中国 针对陈朝呢 杨坚又定下了 长期耗损 陈朝国力的战略 这陈朝位于南方 每年农作物 收获的时间呢 要早于随朝 于是呢 杨坚就利用这个时间差 下令随朝军队 在每年陈朝快要 秋收的时候 进行战争动员 摆出一副 要过疆 进攻陈朝的姿态 逼迫陈朝 把精力放在防御上 从而忽视 秋收工作 而等到秋收期过了 随朝啊 又立刻掩旗 息鼓 跟没事人一样 如此反复几年 陈朝 被这种狼来了的把戏 折腾到 精神崩溃 再也懒得防备随军了 公元589年正月初一 随朝军队 趁着陈朝 欢度新年之际 分路渡江 在今天的安徽境内 重创了 陈朝主力军队 并在短短20天后 就攻克了 陈朝首都南京 活捉了 陈朝皇帝 陈淑宝 之后的一年里 陈朝又相继平定了 江南贵族 发动的几场叛乱 最终 在公元590年 彻底实现了 南北国土统一 如果从西晋灭亡算起 至此有近300年 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 则有近400年 而这三四百年的 分裂动荡 战火狼烟 终于在随朝手中 宣告结束 随朝统一的消息 很快震撼了 当时的整个东亚地区 甚至一度引起了 中亚的波斯帝国 以及岛国日本的注意 原本臣服于 突厥的契丹 铁勒等部落 也都纷纷转过头来 归顺随朝 隋文帝杨坚 由此确立了 以随朝为中心的 世界体系 中华文明 将会在此后的 300多年里 深刻的影响到 日本 新罗 波斯等邻国 不过 也别高兴太早 还记得吗 咱们前面说过 300年前 西晋王朝 也曾实现过 国土统一 但是仅仅50年后 西晋王朝 就因为制度原因 而败亡了 所以呢 对于杨坚而言 完成国土统一 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拿出一个 能让新王朝 长治久安的 制度设计 那才是重中之重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隋文帝的 第三个身份 大一统王朝的 制度创建者 隋朝虽然通过 军事手段 完成了南北统一 但是呢 在此之前 中国毕竟 已经分裂了 三四百年 南北两方 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 都产生了 各式各样的差异 这种差异 放大到国家层面 就很有可能成为 分裂国家的矛盾 所以 如果隋王朝 不能有效地 解决这些矛盾 那么 他随时都有可能 像西晋那样 面临崩溃的危机 总结来说 隋文帝阳间 当时主要面临着 两方面难题 一方面 皇帝与贵族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是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隋朝的贵族阶层 根据地域 可以大致分为 三个集团 一个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 关隆贵族集团 主要出身于 今天的陕西和甘肃省境内 一个是山东贵族集团 主要出身于 今天的河南和山西省境内 还有一个 就是江南贵族集团 主要出身于江南地区 其中呢 关隆贵族集团 因为接连出了 北周和隋 两朝皇帝 而日益做大 当时呢 国家的军政大权 完全被关隆贵族集团 所控制 连皇权 都要受到他们的制约 至于山东贵族和江南贵族嘛 那更是连朝政的边 都摸不着 如果长此以往 且不说贵族做大 会威胁皇权 但说山东贵族和江南贵族 就很有可能会对隋朝失望啊 转而另立炉灶 从隋朝分裂出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杨坚表面上 对关隆贵族大肆封赏 实际上呢 却名声暗将 趁机剥夺了他们的部分实权 紧接着他又提拔了一批 山东贵族入朝做官 与关隆贵族分庭抗礼 据统计 到了隋文帝在位的后期 朝廷要害部门当中 关隆贵族和山东贵族的比例啊 基本持平了 后来杨坚的儿子隋杨帝杨广 延续父亲的策略 又把江南贵族 引入到了中央政府中 三股政治势力 相互牵制又相互融合 不仅打破了关隆贵族的权力垄断 也让隋王朝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解决了关隆贵族的一家垄断还不够 隋文帝阳间呢 还进一步松动了 整个贵族阶层对政权的垄断 咱们都知道 隋朝以前的魏晋南北朝 正是中国贵族门法垄断最为严重的时期 当时的所谓世家大族 高门大姓 垄断着朝廷的官职爵位 丝毫不给寒门世子上升通道 而到了隋朝呢 这种局面依然在延续 为了缓解贵族和寒门之间的矛盾 更是为了进一步打压贵族阶层 加强皇权 隋文帝阳间呢 发明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之一 科举制度 不过呢 作者提到啊 用发明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开科取士早在魏晋时期 就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 隋文帝呢 只不过是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良 防止贵族寻思舞弊 而给寒门世子更多公平的机会 用权谋手段平衡各方势力 只是一时之计 真正想要隋王朝长治久安呢 还需要一套规范有效 能够传之后世的行政制度 一套好的行政制度 一定是官员之间能够相互协作 又相互牵制 不能出现一家独大权力总览的局面 但是呢 自汉朝末年以来 中国政府的行政制度一直非常乱 动不动就冒出个什么司空啊 什么大丞相啊 总览军政大权 杨坚在当北州权臣的时候 也曾给自己弄了一个丞相的官职 独览朝廷大权 不过呢 那是在为篡夺北州江山做准备 而等到他自己当皇帝的时候 丞相这个职位啊 就成了他行使权力的障碍了 所以杨坚决定 设计一套全新的行政制度 改变汉末以来 中央政府结构混乱的局面 杨坚设计的这一套制度呢 就是后来沿用了六百多年的 三省六部制度 三省指的是 上书省 中书省和门下省 三省长官都是宰相 其中中书省负责草拟行政命令 门下省负责对中书省草拟的政令 进行审核 对不合理的命令予以驳回 上书省呢 则负责执行那些合理的命令 上书省下设六部 分别负责执行财政 律法 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具体事务 三省六部制 相当于将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 三方相互合作又相互牵制 自然也就不会再轻易出现 权臣威胁皇权的问题了 自此呢 汉末以来 因为政权频繁更迭而引发的 国家组织混乱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 接着咱们再来说 杨建面临的另一个难题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秦朝和西汉时期啊 中国的地方政府采用的是 郡县两极制 郡一级的长官叫太守 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县一级的长官叫县令 差不多呢 就是现在的市长 这种两极制度 结构简单 行政效率高 连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都说 秦汉时期的郡县两极制 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地方制度 但是到了东汉 地方层级开始复杂化 郡县之上 加设了州 长官叫做周牧 一个周牧往往管着几个郡 相当于现在 管着几个省的省长兼军区司令 一个地方官权力如此之大 显然不会消停啊 所以到了汉朝末年 这些周牧就演变成了地方歌剧 比如我们熟悉的 荆州牧刘表 冀州牧袁绍 这些歌剧发展到最后 就是我们熟悉的 未属三国鼎立 三国以来国土分裂 战乱不断 制度改革根本无从谈起 所以等到隋朝建立的时候 地方行政几乎是一团乱麻 而且由于汉末以来 战乱贫人 中央政府照顾不到地方 在地方上的威信 已经大不如前 反而是地方上的贵族豪强 能够凭借强大的家族实力 和良好的家族声望 组织百姓招募相拥 保镜安民 长此以往就导致了 百姓眼中只有贵族豪强 而没有朝廷 当时的地方官呢 也呈现出一种奇异的状态 朝廷的话你可以不听 反正他们也未必管得到你 但是地方豪强 千万不能得罪 因为得罪了他们 你在当地一天也混不下去 这就导致地方政府 只能进一步退化 甚至沦落为贵族豪强的代言人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隋文帝阳间在公元583年宣布 废除州郡县三级制 改为州县两级制 这里的州呢 其实和秦汉时期的郡 是一个等级 接着隋文帝把郡一级的官员 都充实到州县的政府部门内 多余的官员则裁撤掉 那如此一来 隋朝的地方官僚体系 立刻焕然一新 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 同时呢 阳间借着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机会 摸清了各地贵族豪强的底细 然后又针对性的进行打击 达成了中央政府强干弱支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啊 隋文帝阳间发起地方改革的时候呢 隋朝还在跟北方的突厥打仗 南边也还有陈朝隔江而望 在这种情况下 对地方政府开刀 无疑是在走钢丝 一招不慎是粉身碎骨啊 向来谨慎的阳间忽然这么做 当然不是石新锋 而是真的缺钱 现在打突厥 将来打陈朝 处处都等着花钱啊 而地方上 贵族豪强坐大 上下起手 侵吞国家税收 最终能落在中央手中的钱 少之又少 所以 阳间必须通过整肃地方政府 重新打通 从地方到中央的税收通道 才能有足够的钱 完成国家统一 从改革地方政府这件事上 我们又看到了阳间的另一面 他虽然谨慎 但绝不胆小 该谨慎的时候谨慎 但是遇到该冒险的时候 他也绝对不怂 从另一方面来看 其实 把更多的地方财富收回中央 本身也是防止国家分裂的一种手段 毕竟地方上没钱 也就没法造反 但是公允的说 隋门帝阳间 这项策略运用的有些过头了 因为在隋朝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地方之后 阳间对地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财产掠夺 完全不顾地方上的财政困难 据统计 隋朝中央政府的粮食储备 直到唐朝建立后几十年方才用完 而阳间在位期间 隋朝国内曾多次爆发饥荒 地方无力震灾 阳间却丝毫没有想过 用中央的粮食储备去震寄灾民 而这种税收制度发展到 隋阳帝的时期 就彻底演变成了不得人心的暴政 甚至可以说 隋朝的灭亡与这项策略也不无关系 好了 阳间对隋朝的制度建设 我们就说到这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隋文帝的最后一个身份 父亲 作为一个政治家 阳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作为父亲 就有些一言难尽了 在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阳间认为 北州之所以会灭亡 主要是因为皇室内部斗争太激烈 皇子们又个个短命 导致皇室实力衰落 才让阳间这个外人减了便宜 所以阳间称帝后 除了培养太子之位 也着力培养其他皇子的政治威信和个人势力 比如在二儿子阳广成年后 他安排阳广与江南贵族集团联姻 还给予阳广军政大权 让他全权负责攻打南方陈朝的军事行动 其他皇子成年后呢 阳间也都纷纷为以重任 让他们负责镇守中原 四川等战略要地 值得一提的是 隋文帝阳间一共有五个儿子 都是他和妻子独孤皇后所生 而这种情形啊 也给了阳间一个可怕的错觉 他天真的以为 自己的儿子都是同胞兄弟 不会因为争夺皇位 而酿成骨肉香残的悲剧 阳间的心理松懈 导致他对儿子们的倚重 逐渐变成了放纵 甚至是不加约束 这就让他的五个儿子 走向了两个极端 太子杨勇和三皇子杨俊 四皇子杨秀 都变成了娇奢隐异的公子哥 最夸张的是 三皇子杨俊 居然为了敛财 偷偷放高利贷 而二儿子杨广呢 也就是后来的隋阳帝 和五皇子杨亮则因为手握军政大权 蜕变成了野心家 开始暗中培植势力 密谋取代太子 当杨坚发现大事不妙后 他又一改往日对儿子们放纵的态度 开始拿出自己的冷酷严苛 他呢 先是多次斥责太子杨勇生活腐化 然后又剥夺了三皇子杨俊的官职 最后甚至生生逼死了 他这个曾经最宠爱的三皇子 原本呢 杨坚是想借此震慑其他皇子 让他们改席归正 可惜啊 不但收效甚微 反而还加剧了 他和太子杨勇之间的对立 最终 杨坚见太子杨勇实在无药可救 就废除太子 改立了 在他看来政治操守最好的二儿子 杨广为太子 还顺便把跟杨广不合的四皇子杨秀 囚禁起来 不过看后来的历史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二皇子杨广的政治操守实在啊 跟好字搭不上边 公元604年年初 64岁的杨坚深感自己年老体衰 不愿意再继续操劳朝政 便将国家的军政大权 全部转交给了太子杨广 这一年的八月 隋文帝杨坚安详离世 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人都坚信 隋文帝杨坚并不是自然死亡 而是被儿子杨广杀害的 但是呢 本书作者韩生却认为啊 这种说法并不靠谱 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 早在去世前大半年 杨坚就已经将军政大权 全部转交给了杨广 自己当起了手无实权的退休老干部 所以呢 此时的杨坚就算发现了杨广有什么不对劲 也无法再对杨广构成威胁了 那么杨广又何必非要担上 这杀父弑君的罪名 却杀自己行将就木的老父亲呢 这实在说不通 好了 说到这儿 隋文帝杨坚的故事就结束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本书的作者韩生 是如何评价隋文帝的 首先可以肯定的说 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 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 从东汉末年到隋朝初年 将近四百年的纷乱歌剧 在他手中结束 他开创的隋王朝 不仅击败突厥 成为了东亚地区的第一强国 还为后来辉煌复数的大唐王朝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开创的三省六部制 在中国沿用了六百多年 算得上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宰相制度 至于他改良的科举制度 对中国的影响更是不用多说 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帝王 却在历史潮流中显得默默无闻 甚至严重被低估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他选错了接班人 如果不是选择了野心勃勃 又浩大喜功的杨广 作为接班人 致使隋朝两世而亡 以杨坚所建立的制度基础 我们有理由相信 隋朝能够像唐朝一样 成为一个延续数百年的辉煌王朝 而作为那样一个王朝的开创者 隋文帝的名声 想来不会比唐宗宋祖差得太多 这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好了 隋文帝传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